好 我请教您士币 刚刚陈医师这个第一线的医护 其实还处在一个很紧绷的状况 那另外一个更紧绷 以及外界讨论的是儿童的重症 儿科的病床跟儿科的医护 过去长期以来在健保制度 跟台湾少子化制度的影响下 事实上它本来的这个相对的医疗量 就非常稀缺 那以这一次来讲 陆续增加了这个蛮多的 儿童中重症确诊的案例 而且他们第一时间 能否得到医疗的处置 使得这一个外界感到非常的担忧 儿童这个这一次中重症的确增多 上礼拜六还特别 为此开了一个研讨会 我让人全程参与 然后到今天星期一最新的数字 我们儿童已经14个重症 那分母跟大家讲一下 分母上礼拜五 因为我们是一星期公布一次 儿童是11万确诊 所以超过11万确诊 然后目前看到14例重症 可是这里面很令人担心的 已经6例脑炎 然后其中我们已经4例死亡 3例是因为脑炎 有一例是今天报的 就是在家里就发现 可能是婴儿猝死症状 那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关了 那可是脑炎的确是非常大的警讯 那而且这几个报的脑炎 其实跟紧急送医 可能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看到他的病程 都非常的快 从他发病 大家应该已经看过一些案例 发病到他恶化 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抽筋 抽筋 全身的抽筋 抽续抽筋 抽续抽续 然后意识会被影响的 这种抽续是非常严重的 那家长几乎不会忽视 虽然指挥中心 星期六就提出有八大警讯 可是你看那个警讯 其实都是家长看到 一定就觉得很怪的 一定会马上就医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 其实都是很快就送医 可是常常就是急转直下 那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儿童的这个东西 礼拜六专家在讨论的是 到底国外有没有看到类似的 真的很少 因为我自己也有去找 然后我跟黄冲宁医师讨论 我们在国内 周外真的凤毛麟角 几乎没有看到太多 我们常常说香港 香港这次有七万儿童确诊 可是他们大概就是三例脑炎 我们找得到的 不知道有没有更多 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例 对我们以比例来说 似乎已经超过了 很多老师其实也都忧心忡忡 虽然我说 而且儿童的脑炎 就算他最后没有致命 他可能有脑部的发育后遗症 这可能会很难照顾 因为这个跟肠病毒一样 因为这次跟肠病毒看到 他几乎就是影响到 呼吸中枢的脑的附近 即使他活下来 我们都很担心 他会不会有后遗症 那所以这个上礼拜六 就开了一些会 我觉得主要就是 先第一个安大家的心 因为11万是我们台面确诊的 事实上我觉得应该不止 分母大概是超过11万 因为有很多小朋友大概是轻症 无症状就过去 也没有去确诊 那可是当然相对别的国家 已经看到 这的确是一个没有被报告过的 我们要密切继续监测的 那可是像黄冲林医师那天 报道完了 最后下了一个结论 他还是希望安大家的心 就是你不要忘记 大家都在新闻上说 哇好严重怎么样 可是你不要忘记 11万多的小朋友 其实多半都是轻症跟无症状 就这样过去了 就是家长就是谨慎 小心那几个重症的一些表现 那可是也不要太恐惧 我们确诊不是只依赖PCR了 会加进快筛的量能 我觉得那个才是见真章的时候 会比较能抓到更多的案例 那我看PCR的阳性率 其实这周大概都是那么高 因为假如你说 真的是案例开始变少 理论上虽然你做的PCR差不多 可是你应该会看到阳性率 越来越低才对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还不能 很有信心的说 已经在控制中 好我们稍后回来